成语故事连环化 第四集 成语 不敢跃雷池一步 出处 近书雨量传 量并不听 而报温桥书曰 无忧西垂过于立阳 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也 试一 雷池 在金安徽旺江县南 池水源自大雷水 东人长江 不敢跃雷池一步 意思是不敢超越一定的界限 多指保守 拘泥 也有做不得跃雷池一步的 意思是不准超越规定的范围 多指压制 束缚 东进城地时 雨量任中枢令 直朝政 他为了防备西部边境的敌人侵犯 推荐温桥到江州做官 加强防务 温桥上任不久 雨量得到了立阳太守苏俊企图谋反的报告 原来苏俊纠集亡命之徒 早就蠢蠢欲动了 雨量自作聪明 想骗苏俊离开立阳 到京都建康来做大私农 大臣们都以为这办法不妥 温桥也写信劝阻 但雨量不听 苏俊果然非但不肯到京城去 反而由此看出朝廷对自己起了疑心 于是造起反来 发兵攻向京都 温桥得知苏俊反叛 立即号召不下将士 莫马立兵 打算从水陆进入建康 护卫都城 雨量对于苏俊叛兵估计不足 写信给温桥说 无忧西锤过于立阳 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也 意思是 我担心西境的敌人更甚于苏俊 你务必留在原地 不要越过雷池到京城来 雨量叫温桥无过雷池一步 在战略上是错误的 苏俊攻势凶猛 很快逼近建康 雨量指挥队伍迎战 被杀得大败 京都终于失陷 心怀内疚的雨量投奔温桥 温桥并不责怪 请他守卫白石的赢磊 自己则加紧操练水军 准备与苏俊决决议死战 苏俊派了一万步兵 从四面包围白石 拼命攻打 雨量手下只有两千人 渐渐支持不住 雨量身先士卒 奋不顾身地挥刀猛冲 禁军受到激励 欲战欲勇 终于杀退了叛军 雨量见叛军败退 大喝一声 率领禁军冲出营垒 紧紧追击 斩杀数百名敌人 获得大胜 最后 雨量 温桥等人终于杀掉苏俊 平定叛乱 弥补了因无过雷池一步战略错误而造成的损失 成雨 不寒而栗 出处 史记库立列传 是日皆暴杀四百余人 其后俊中不寒而栗 是义 不寒冷而发抖 形容极其恐惧 易纵 西汉河东郡人 他出生于平民家庭 年轻时任侠使气 不务正业 经常纠集一帮市井少年 在官道上打劫过网客商 当地官府曾经多方搜捕 始终没能把他抓到 易纵有个姐姐 名叫易虚 由于精通医术 被汉武帝的母亲王太后照进宫里去治病 太后病育以后对易虚十分宠幸 有一天 他问易虚说 你有儿子或兄弟在做官的吗 易虚明白太后的意思 他带着惶恐不安的心情回答说 臣妾有个弟弟易纵 平时有守好贤 品行不端 这样的人是不配做官的 太后认为易虚是故意谦让 于是就去对汉武帝说 易虚有个弟弟 现在还是平民 你受给他一个官职吧 武帝就把易纵照到京城长安 让他当了中郎 后来又调任为上党郡的县令 易纵以前做过强盗 胆子很大 对于官府的弊病也看得比较清楚 因而处事坚决果断 敢作敢为 在他任职期间 县里的公务和案件从来没有积压过 豪强猎身犯了法 都受到严厉的承办 他的政绩被推举为全郡第一 不久 易纵被调任为长安县令 有一次 太后的外孙修成军的儿子违犯禁令 易纵毫不容情地把他逮捕归案 武帝知道以后 对易纵的秉公执法十分赞赏 立即提升他为河内郡都尉 易纵来到河内 听说当地有个姓慕的恶霸 平时倚仗权势 横行相礼 欺压百姓 无恶不作 就派兵把他全家逮捕 然后宣布罪状 满门抄斩 从此全郡民心安定 道不时宜 易纵也因公升迁为南洋太守 南洋有个豪强地主宁城 过去是有名的库立 他在乡间买了一千多情土地 雇佣大批贫民为他耕作 积聚了几千万钱的家产 平日声势显赫 出门时骑马的随从有好几十人 威众超过了俊首 可是 当易纵来到南洋的时候 这个一向目中无人的豪强地主 竟然也惊慌起来 他亲自带着家人和宾客 赶到城门口去家道公营 易纵看着他这副谄媚的样子 理也不理就走了过去 易纵一进郡府衙门 立即升堂礼事 派人到民间去调查宁城 和其他豪强大族的恶行 戴等罪证到手就下令逮捕有关人犯 宁城和另外两家豪强被迫逃亡他乡 他们的家财也被全部超没 公元前19年 地处北方边境的定香郡经常发生动乱 监狱里关押了大批犯人 汉武帝下诏任命易纵为定香太守 派他前去稳定局势 易纵一到定香 发现许多犯人的家属和宾客 私自出入监狱 会买官吏 准备打通官节 使罪犯得到开示 于是他立即下令搜捕 把刑贿舞弊者和有关的罪犯 全部就地正法 一天之内竟杀了400多人 这场惊心动魄的屠杀 使得整个郡城充满了恐怖的气氛 从此定香的市民才了解易纵是一个极其严酷的官吏 许多人提起他的名字就会不寒而栗 后来易纵又被调到长安担任右内使 主管京城西部地区的政务 公元前117年 汉武帝久病以后 准备去甘泉游览 发现遇到损坏严重 无人休止 不由气愤地说 难道易纵以为我永远不再走这条路了吗 这年冬天 受汉武帝委托主持告明工作 奖励告发商人满产逃税的杨可 派使者外出执行任务 易纵由于不了解情况 竟把使者作为乱民加以逮捕 他没有想到 这件事情终于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汉武帝得到报告 激起了对易纵的旧恨 认为他目无君上 故意对抗自己的诏令 就只派大臣渡市去审讯易纵 把他判处死刑 这个当年以言行郡法使人不寒而栗的封建官吏 最后也断送在统治者的淫威之下 成语 不堪回首 出处 南唐礼玉与美人词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之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越明忠 事意 堪 能 不堪回首 过去美好的一切 不能再回顾 回顾了只有使人感到痛苦 后多用以表示对巨大的人士变迁的感慨 公元960年 后周负责首位京城开封的将领赵匡印突然发动兵变 从七岁的小皇帝柴宗逊手中夺取政权 建立了宋朝 当时 宋朝周围分布着好几个割据政权 宋太祖赵匡印决心把他们逐个消灭 完成统一的大业 从公元962年起 宋朝的军队先后讨平南平 后蜀 南汉等国 对地处长江中下游的南唐政权构成了包围的形式 南唐皇帝李玉 史称李后主 是一个擅长琴棋书画 喜欢写诗作词 而对军国大事一无所知的人 他从小长在深宫 住的是凤阁龙楼 吃的是山珍海味 过着极其奢侈的生活 李玉的妻子大周后鹅皇 不但容貌美丽 而且精通音律 很有文才 可是李玉并不满足 经常和鹅皇的妹妹小周后私下相会 长期陶醉在春花秋月 歌舞声色之中 完全把国家的兴亡和安危丢在脑后 面对宋朝的严重威胁 李玉根本不做防御准备 反而百般讨好 每当宋朝在其他地区 打了圣仗或有喜庆等大事时 他就从民间搜刮大量金银财宝 去进贡祝贺 后来又主动上表要求去掉南唐国号 降为宋朝的附庸 可是 屈如苟安并不能改变 宋朝灭亡南唐的既定政策 公元974年 赵匡印派人通知李玉 要他到开封朝建 李玉不敢前往 赵匡印就以此为借口 命大将曹斌等率领十万大军征讨南唐 声势浩大的宋军分成几千艘战舰 从京南出发 沿江东下 一路几乎没有遭到什么抵抗 公元975年2月 宋军已经到达秦淮河 把南唐都城金陵围困的水泄不通 敌人大军压境 国家危在旦夕 昏庸透顶的礼遇 还整天躲在后宫 同和尚道士们讲经说法 一点都不知道 有一天 他出外巡城 看到金陵城外漫山遍野都是宋军的旗帜 这才如梦初醒 下令抵抗 但已经太晚了 11月底 宋军消灭了南唐最后一支援军 攻陷金陵 李玉当了俘虏 被押解到开封去 赵匡印在明德楼前召见了穿戴白衣纱帽 戴最听命的李玉 封他为为命侯 这是一个何等屈辱的称号 从此 李玉就以亡国之君的身份 被安置在开封城里 度着凄凉和悲苦的余年 在这幽居异乡的岁月中 陪伴着李玉的唯一亲人 是当年美丽动人 而今日一憔悴的小周后 每当春花烂漫的家日和秋月皎洁的凉夜 触景生情 多少往事一起涌上心头 不能不使李玉感到无限的心酸和悔恨 不久 赵匡印去世 他的弟弟宋太宗赵匡义继位 赵匡义生性猜忌 经常派人监视李玉的起居行动 有一次甚至单独把小周后赵进宫去 第二天才让他回来 这件事使李玉精神上受到很深的刺激 一个初春的夜晚 月光如水 东风拂面 李玉独自在小楼上 遥望着远在江南的故国 通宵不能成眠 第二天 他把自己痛苦的心情 写在一首著名的《于美人词》里 其中有这样两句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李玉的这首《于美人》 以及其他一些思念故国的作品 传到了赵匡义的耳中 他感到一个亡国之君如此不安分 这是不能容忍的 公元978年七夕 赵匡义以祝贺李玉42岁生日为名 派人送去药酒把他堵死了 成语 不可多得 出处 汉孔荣见弥横表辑后 汉书文院列传弥横传 若横等辈不可多得 示意 形容稀少 难得 多用于赞扬 东汉末年 平原郡班县有个名是弥横 自正平 他博学善辩 才华出众 未是大夫所器重 当时官居泰中大夫的孔子二十是孙孔荣 喜欢结交天下名士 推荐人才 他对弥横特别赏识 每逢来访 都热情款待 孔荣认为弥横是个出类拔萃的人 不应埋没他的才能 便把他建给汉县帝 剑表中有这样几句 目所一见 折送于口 而所撇闻 不忘于心 若恒等辈 不可多得 汉县帝是个傀儡皇帝 不敢做主 把剑表交给曹操 曹操召见弥横 弥横却蔑视曹操 先不应召 后来去了 谈话也很不礼貌 曹操便派弥横当 鼓励 大雁兵客 实命迷横击鼓 迷横大骂曹操 惹得曹操十分恼怒 为了免得落个骇贤之名 曹操表面上派迷横 为使者 前往荆州 劝说刘表来将 实际上想借刘表之手 杀掉他 刘表早已钦佩迷横的财名 见面之后 把他代为上宾 从此 刘表每次议事或发布文告 如果弥横没有表态 便不做决定 一天 弥横不在 刘表与左右文人 绞尽脑汁草拟了一篇奏章 不久弥横回来 没把奏章看完就置在地上 当场重写了一篇 转眼历程 词意俱佳 满座探服 刘表大跃 越发气重弥横 四后 弥横又武慢刘表 刘表便把他派到 不将皇祖那里当书记 皇祖是个出名的急性子 正好借他的手杀弥横 谁知皇祖代弥横很好 弥横为皇祖起草文稿 写得非常得体 皇祖常握着弥横的手说 你写得正合我意 恰是我心中要说的话 皇祖的长子皇社 官居张灵太守 他对弥横的才华十分钦佩 两人特别要好 一天 两人游览名声 看到大文学家蔡庸写的碑文 非常赞赏 回家后 皇社懊悔未把碑文抄下 弥横说 无虽一揽 还能记住 说罢当即默写出来 对于蔡庸的文词 皇社甚为爱好 为了准确起见 他又派人去把碑文抄来 与弥横写得核对 竟然一字不差 众人对弥横的记忆力 佩服的五体投地 都说他是天下奇才 实在不可多得 此后不久 皇社大宴宾客 有人送给他一只鹦鹉 这只鹦鹉羽毛美丽 善学人语 惹人喜爱 皇社十分高兴 举杯对弥横道 请先生作片鹦鹉副 以祝各位酒星 弥横才气横溢 文思敏捷 拿过纸来 笔不停辉 文不加点 倾客之间写出了一篇 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鹦鹉副 慈彩之美 令众宾客一起拍手叫绝 弥横视才傲物 甚为狂妄 有一天 皇祖在大船上艳客 他又出言不逊 皇祖说了他几句 他又大骂皇祖 惹得皇祖非常恼火 一怒之下 命人将弥横拉去处死 皇祖的幕僚一向极度弥横 趁机立即将他杀死 等到皇社得知消息 连鞋袜也来不及穿 赤脚赶来相救时 已经晚了 才学不可多得的弥横死时仅26岁 成语 不可同日而语 出处 战国策照策二 夫破人之语破于人也 陈人之语陈于人也 岂可同日而言之哉 汉书西夫公传 陈语陆一译 未可同日语也 是一译 不能同时论说比较 形容两个差别悬殊的事物 不能相提并论 原作岂可同日而口 未可同日语 后演化为不可同日而语 战国后期 秦 楚 齐 燕 赵 韩 为七大诸侯国 互征雄长连年征战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之后 经济和军事力量都发展起来 压倒东方六国 在战争中 常常取得胜利 纵横家苏秦主张六国采取合纵的政策 联合起来 对付秦国 这一天 他乘坐着四马高车来到赵国 向赵王游说 赵素侯亲自走下台阶迎接他 说 贵客光临 有何指教 苏秦便侃侃地谈起六国合纵抗秦的主张 向赵王臣说厉害 他详细分析了诸侯国的强弱 进退之后 说道 赵国地方千里 秦国寄予已久 只因为西南边有寒 未挡住 不能兴兵来犯 唐使寒 未投降了秦国 赵国可就保不住了 赵王听得毛骨悚然 不觉双膝移动 靠近苏秦 问道 请教先生 寡人该怎么办呢 苏秦说 依臣之见 莫如涵 魏 齐 楚 燕 赵六国联合起来 共同对抗秦国 最为上策 赵王命人拿来地图 苏秦指着地图说 大王请看 六国的土地加起来 是秦的五倍 兵力总数是秦的十倍 还怕打不过他吗 苏秦接着又说 可是 现在那些鼓吹连横的人 却要各国一个个向秦国割地求和 低头称臣 大王请想 两个办法 一个是击败和降服对手 一个是被击败和被对手降服 难道可以同日而语吗 一席话说的赵王非常信服 于是拜苏秦为相国 丰武安君给了他一百辆马车 以及大量的黄金 白币 绸缎 让他去约会各国诸侯 公元前333年 六国诸侯在环水聚会 登坛煞穴为事 立下了盟约 决意一致抗秦 苏秦受封为纵约长 配挂六国相印 一时成了显耀的人物 成语 不明意前 出处 史记宁性列传 邓通 竟不得明意前 祭死人家 汉王冲论横股相 通有盗注钱之罪 警帝考验 通王 祭死人家 不明意前 示意 明 以己明战友的意思 不明意前 形容穷到极点 连一文钱也没有 汉文帝刘衡 一天梦见自己腾空而起 几乎要登入九霄 只因力气不足 相距仍有咫尺 正在将上位上的时候 来了个黄头狼 在他脚下极力一推 使他方得登上天界 文帝醒后 回想梦中情景 历历不忘 早朝后 他来到魏央宫西侧的仓池旁 见一欲传水手也头戴黄帽 跟梦中推他的黄头狼 一模一样 召来一问 是属俊南安人 名叫邓通 文帝迷信 认为邓通能推他上天 定是奇才 于是对邓通非常宠爱 经常大家赏赐 并封他为上大夫 有时文帝外出咸游 常顺便到邓通家休息燕饮 尽欢而归 但邓通只会水中行船 别无他长 当了上大夫之后 不能有所贡献 只是言行谨慎 取悦皇上而已 有一次 汉文帝在邓通家玩 承兴召来一个有名的相士 叫他给邓通相面 那相士直言不讳 竟说邓通相貌欠佳 将来难免贫穷 甚至饿死 文帝听了 创然不乐 说道 能让邓通富贵的是我吗 他怎么会饿死呢 当即下令把蜀郡 沿到铜山赏给他 准他自己住钱使用 这样一来 没过几年 邓是钱便遍布天下 邓通家里自然是金山银海 妇如王侯了 邓通受到如此重赏 感激不尽 此后不久 文帝背部生了一个痛 经常化浓 胀痛难忍 邓通为了报答皇帝 对他的宠爱 竟不顾肮脏 时常为他瞬息浓血 邓通如此行为 反令文帝处起惆怅 一天 他问邓通 你看天下人谁最爱我 邓通不知文帝命意 随口答道 至亲莫若父子 以情理论 应无过太子了 文帝默然不语 一日 太子刘启入公问集 正好文帝雍农又障 便叫太子瞬息 太子闻命 皱起眉头瞬了一口 恶臭男人 慌忙吐去 几乎呕出素食 文帝瞧着太子的脸色 长叹一声 命他退去 仍照邓通入水于农 太子回到宫中 又愧又恨 一脸呕吐了几次 心头还在作恶 他从此怨恨邓通 发誓将来要收拾他 汉文帝做了23年皇帝 在46岁时生病死了 太子留起即位 史称景帝 他想起旧恨 下令撤了邓通的官职 不久 又有人控告邓通 触犯了筑钱法 带来严家审问 果然却有歧视 问官奏上朝廷 景帝下了道严照 收回严道同山 超莫邓通全部家产 邓通出狱 已是家破人亡 无处食宿 还是景帝之节 长公主记着文帝一言 不使他饿死 派人送些钱物给他 怎奈一般狐狸 专之讨好天子 将钱物全部夺下 甚至全身搜紧 连一根簪子 都不让他留下 长公主得知此事 又私下给点衣食 邓通勉强活了两年 后来长公主 无暇顾及 邓通竟两手空空 不明一前 向人起食 有早餐无晚餐 终于落得奄奄饿死 迷信的人认为 应了相事之言 实际上不过是巧合而已 成语 不求甚解 出处 进陶前五柳先生传 好读书 不求甚解 没有会议 便欣然忘食 示意 原意是读书 只求领会要指 不过于在字句上花功夫 现在多只学习不认真 不求深入理解 或工作中了解情况不深入 近代著名诗人陶渊明 生活在东晋和南朝交替的 动乱时代 那时 国家分裂 军阀混战 东晋王朝偏安于江南一带 政治黑暗 民不聊生 陶渊明虽然出身于官患家庭 但家道早就衰落 从少年时起 就过着清贫的生活 他二十岁左右 父亲已经去世 不久又死了妻子 当时 北方福建的前秦正在入侵 战乱芳兴 家乡巡洋一带水旱灾害连年不断 陶渊明的生活里充满了忧患和不幸 他依靠着微薄的田产 维持着老母 后期和子女们不一速食的生活 住房破旧 陈设简陋 有时甚至缺吃少穿 冬天还穿着隔麻单衣 亲友们知道他生性爱酒 却无钱多饮 便时常至酒相邀 陶渊明每次总是爽快而高兴的前去 毫不拘礼 尽醉而归 他不慕荣华富贵 喜爱闲散清静的田园生涯 在耕作之辖 勤奋读书 不以贫困为苦 反而觉得十分安然自在 近太元18年 陶渊明29岁了 他第一次告别了他所热爱的田园生活 踏上仕途 在江州做祭酒 在任上 他看到官场屈炎富士 而与我诈的丑恶 十分失望和痛苦 没过多久 他就辞官回家 家里有七八间草房 门前有五棵大柳树 柳音之下 是他时常盘缓 饮酒赋诗的场所 种下时节 他斜靠在南窗前 手捧书卷 认真攻读 窗外不时扶来袭袭凉风 每逢读到惠心处 便高兴得连吃饭也忘记了 陶渊明读书 不注重在字句上死抠 主要领会文章要指 他在著名的散文《五柳先生传》中 用五柳先生比拟自己 忌述他的读书生活 好读书 不求甚解 没有会议 便欣然忘食 陶渊明为人正直 热爱自然 在一生中 写下不少清新倦勇的诗文 是东晋时期的一位大文学家 团队 在二朴上 您着急 新生寺 我 Kot 在14岁 已经